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总是有兄弟问 组装一台share promise 要多少钱 说官网的要一万多 太贵了买不起 就想搞个平民版的share promise 装个逼 今天呢 宝哥就以身试法 亲自去批发市场 采购原装的配件 看看组装一台双卡的share promise 到底要多少钱 share promise 总成是不是 总成 套个总成 说个总在对 你看一下亮的 然后装机再送你一段螺丝 现在已经回来了 放在大家面前的是share promise的一整套配件 先看第一大件 海蓝色的底壳总成 里面包含了他所有的原装排线 还有这个原装的电池 和这个说到的后置摄像头模组 一共差不多要18张 然后第二大件是这个手机屏幕 现在share promise 它并没有第三方的屏幕 像这个屏幕 它就是原拆的原装的屏幕 屏幕很亮 要十九张 差不多可以顶上一台安卓的终端机型的 第三大件不用多说 就是手机的主板 这么一小块 差不多要28张 加上这个原装的双卡卡槽 一共差不多29张 最后算一下 底核总成18张 屏幕19张 主板29张 一共差不多66张左右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原装的share promise了 真香啊 现在开始动工组装 第一步安装主板 把这个排线拨开 把主板放进去 到位之后 先把主板固定了 拧的时候 力度要适可而止 不要拧的太紧了 以免把手机的主板给拧断成了 然后我们扣上排线 这个是电池排线 先不用扣 左边的是双卡卡槽 右边的是单卡 看到没有 这上面被堵住了 双卡的没有被堵住 我们把双卡卡槽安装进去 主板这一块都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安装后置摄像头 擦一下摄像头 清理一下灰尘 轻轻的放进去就OK了 把这两根排线靠好 然后把前置摄像头模组放进去 安装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碰到面容id了 顺便把它清洁一下 然后我们把后摄的挡板安上去 现在主板卡槽后摄前摄都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把屏幕安装上去 靠上排线 最后 最后我们再靠上电池排线 然后我们安装 绑板 绑板已经全部安装好了 开机没有问题 简单的给手机测试一下功能 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12 pro max就组装完成了 视频的最后我们就静静的欣赏一下 整机搭载6.7英寸 allad屏地表最强的a14仿生处理器 然后手机的相似为1200万 电视容量3687毫安 支持20瓦快充 整体而言无论是性能拍照还是续航 基本上都是最顶尖的 最后呢 组装的机器虽然比较便宜 但质量肯定没有原装的好 如果是发烧友自己组装玩玩还行 一般的小白消费者还是绕到 马原装无拆的机器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罗